哈喽 七个Sport的观众们 我是陈堂杰 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会想换去这一支 Yonex Nano Flay 1000Z 我第一次看到这支球牌的时候 是在苏迪曼北那时候 Yonex的就是战术商也是有去 当时我看到这支球牌我就觉得 它很sharp 然后我就想拿来try 但Yonex也是有provide我racket try 然后我用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顺手 而且它的颜色我是很喜欢 所以就决定试一试这支球牌 那你知道就开始用上它了 就跟它有默契了 这样子你觉得这把1000Z有什么特别的 或者有什么优点吗 给你来讲 目前为止我暂时是用了两个比赛 我觉得它的contact point很准 这个是我最喜欢它的一个点 这样子你目前是用着什么棒数 然后什么样的线 我现在是用65ti 因为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我 因为我比较需要在后场多一点 攻击也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觉得它的线会更适合我 可以知道是多少棒吗 我是32 32棒 对对对 32棒 这样你接下来有什么目标吗 我接下来啊 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打好每一战比赛 就是我和搭档最大的努力 争取晋级奥运 对对这是我最大的目标 当然所有比赛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 因为毕竟如果没有成绩的话 我们就代表我们晋级不了奥运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步一步来比较好 对对 OK好这样谢谢你汤铁 OK谢谢你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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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